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是雷宝洁 这个礼拜六就要举行 县市长的选举 在这场选举里面 最可能搬动蓝绿的板块 正可能影响到 整个蓝绿销长的关键县市 就在宜兰 而宜兰这次的选举里面 最关键的人物 居然是已经过世的陈定南 我们看到不管所有的文宣 所有的造势活动 都围绕在陈定南上面打转 甚至陈定南当时 是不是被饿死的 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为什么宜兰县这次的选举 一直不断的提起陈定南 两军的打算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五位来宾 第一位大分享熟悉的 知识媒体员张有华 有华你好 宝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二位大分享熟悉的 知识媒体马锡萍 宝杰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黄光晴 好 大家晚安 好 第四位是陈东好 宝杰好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温生 宝杰好 各位好 好 我们看到这一次 宜兰学局里面 跑出了一个黑寒 这个黑寒提到说 曾经定南 他是被饿死的 我们看这个报道 林从贤伸出手向吕国华握手 吕国华被这样举动 起初就像吓了一跳 接着回过闲来 两个人再一次握手 这一握可好几秒 两个人都笑得很灿烂 这一次举办这间会 也是两人积极的选战中 难得有机会同台 甚至握手 直斜里后兵 接下来一谈到陈定南 两个人可就变了脸色 因为在宜兰市泰山路 几张林从贤的看板 脸上被贴了这么一张红纸 上头写着林从贤的副手陈欧破 三年前在罗东就位服务站诉苦 陈定南癌战期间 他的太太给他饥饿疗法 饿死了 拿死人做文章 双方阵营都一头雾水 不能用抹黑的红画 可是嘴巴说的 做的是一套 我不相信 现在还有第三组的候选人 那到底谁会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要查到底 到底是哪个阵营做的 对我是担心这样 因为陈定南在宜兰 不管蓝绿其实都很尊重 这位前大家长 应该不太可能拿来抹黑消费 究竟这黑函哪来的 由于只有出现在同一条路 少少几张 到底目的为何 恐怕得好好的查清楚 宜兰的选情 在这一次谢市长选举里面 是最紧张的 他有最可能变天 也改变了整个台湾蓝绿 版图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区域 可是在这次里面 居然跑出了一个黑函 指控说陈定南在过世前 是被饿死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黑函 他指控的是真的吗 那光晴 我们看到蓝绿两方 当然都撇心说 跟他们没有关系 李国怀还发了一个重视说 如果这黑函是他发的话 他要下18层的地域 他为什么要发这么重的事呢 其实陈定南是蓝绿政治人物 都公认的人格者 像蓝营里面 唐飞 陈长文这些人 他们都对陈定南是非常肯定的 那绿营就不用讲了 虽然过程当中 有一度让陈定南受到委屈 但是陈定南是人格者 应该是你要参选 你尽量是把这个人格者 往自己身边拉 怎么会出现一个黑函 而且是暴露陈定南一个谣言 是说在他这个离癌重病的期间 他的夫人循用了一种叫做饥饿疗法 把他饿死的 那我们照常理来讲 因为陈定南他是肺癌的第三期 他整天要出来就是第三期 你说真的要他是怎么过世的 其实很多这个包括书啊资料 都已经是非常的明确了 他就是癌症离癌 然后往生的 那可是这个黑函 疑似是一位女子 他在深夜期间去把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VCR里面的那个 所谓的黑函的内容 挂上在这个林冲贤 他在泰山路 他的这个竞选看板上 那这个内容就有蹊跷了 因为这个内容透露说 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在才知道 这个在这个公开场合 竞选场合里面 林冲贤他自己所谓担任他副手的 这个陈欧珀先生 他早在三年前就曾经到罗东的 这个就业服务站去诉苦 说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你这样一个黑函的内容 你不就指的 只指是说是林冲贤阵营的这个陈欧珀 他所这个对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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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公布出来的吗 那所以第一时间里面 林冲贤突然否认 因为林冲贤再笨也不可能弄这个黑函 那吕国华这边他反击的也有道理 那你在笨你不可能用这个黑函 那我在笨我也不可能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竞选 那可是呢 吕国华的竞选总部 他后来有指控说 他们去查 这位被怀疑是 把这个黑暗挂上去的这位女子 他有精神异常 而这个精神异常的女子呢 传言中是坐在 住在这个陈欧珀的亲戚家 那一搞又把他回马枪打到说 那就是还是你陈欧珀这边 这个方向所发出来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两方阵营现在胶着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把这个事情厘清 那吕国华是采取一个比较激烈的手段 他就到陈华庙 去下跪 而且说这个事情 绝对不是他干的 如果是他干的话 他愿意下18层地狱 那这样一个毒事发下去的话 我想对吕国华 这一某种程度 有一些澄清的效果 那大家怎么想 可能也不会想到林冲贤 可是到现在 这个还是一个罗生门 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那东豪 为什么谈到了陈定南 会沟动到人的心弦 是因为 其实不只是宜兰人 很多人都觉得欠他一份情 在民进党执政里面 唯一在阿扁的执政集团里面 觉得是清白的 干净的 真的有一点作为的 就是陈定南 但陈定南落寞到了 跑到了宜兰去选 居然选输了 选输了 四月份发现病情 十月份就过世了 让人觉得说 这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离开了 让人家觉得心非常的不忍 就是不舍得 就今天就传了这样的一个黑寒 居然提到说在宜兰这次选举 说林冲贤的副手 陈欧珀三年前 在罗东就业服务站 诉苦 陈定南的癌症 末期她的太太给她饥饿疗法 饿死了 我们知道很多癌症病人 的确有这样的疗法 就是因为癌症会吸收 很多的营养 所以很多癌症病人就说 你不要给她吃那么多东西 你不要 你因为你给她越多营养 是帮助这个癌症的发展 她到最后面真的有接受饥饿疗法吗 我觉得那时候陈定南陈部长 他在台大就医的时候 后来我们有一些司法记者 我们去看过她 那我是没有听她身边的人讲过说 她有用断死疗法或者是饥饿疗法 我没有听过 但是后来后期的时候 我们听到说她有一些偏方 她有一些偏方 因为她后来这个状况 并不是很好 虽然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离开台大的时候 是说她觉得好很多 那我们那时候去看她的时候 其实大家其实不知道该讲什么 去的人大家也蛮有默契的 也不谈病情 其实就谈一些其他的 其他事情 那我印象中 是陈定南反过来 把话挑明了 安慰我们说 他状况还不错 然后接受医生的治疗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 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 所以当时我们后来就 因为其实那个气氛还蛮闷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 我们没有再多讲什么 然后我们就有些 所以那个时候 你完全没有听到说 他有进行任何饥饿疗法 或者是断食疗法的这个过程 他完全是按照在台大医院 按照这个医生的指示 进行所有的治癌的程序 但是我们后来听事后听到说 第一次住院离开之后 在可能在家里这边 是有一些人家介绍的一些偏方吧 那这个部分我们没有细究 然后但是没有从头到尾没有听过 还有用断食疗法 对 是那闻神我们知道 曾经来的过时让许多人感到非常的惊讶 我过去有跟他一些互动 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都是拿一瓶矿泉水 他不太喝别人的水 他的水都是自己的矿泉水 因为他觉得那个最干净 然后有一次我们阿扁走春 那就是过年的时候走春 所有的官员都走在阿扁后面 只有他一马当先就走得很快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 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也走得很快 他就跟我们讲说 走路一小时要走六公里以上 你的身体才会出汗 要走到六公里 你才会达到运动的效果 否则你这样慢慢的散步 是没有什么用的 那他还喜欢做一个动作 就是他喜欢拿椅子这样撑的 把整个脚这样撑平起来 表示他的体力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他突然的病逝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唏嘘 就是说一个这么好的人 然后就突然的这样的过世 那怎么会在宜兰这一次里面 不断拿他的这个所谓的死亡 来做文章呢 这个当地传说了 但因为那个画面并没有被拍到 就是说吕国华有一次 在选举的场合上 那么日期写错了 听说那个日期写成 刚好是陈定然 网生那一天 所以台下的那些 比较敏感的群众一看说 好像显零了 怎么这个日期 应该是12月3号 12月5号投票 你把它写错了 有这么一段 你说他的文宣 应该说 选举场 对 就是那个海报上面 他写成11月5号 就写错了 写错了之后 就下面就哗然 哗然我想就触动了 那根神经 因为大家会想到说 四年前为什么陈定然会失败 对 照理讲 陈青天返乡在选这个百里侯 应该是十拿九稳 其实既然是因为选前被对手 抹黑 说他涉及会选 那这涉及会选 其实也是因为陈定然在华物部长的时候 他设下了一个高门槛 说只要礼品 还是礼物超过30块 就达到会选了 所以有点搬砖砸脚 所以那一次当然这个会饮会生之后 使得陈定然就在这个角逐百里侯的时候 就输掉 那输掉之前 我记得最后一次的肇事场合 阿扁那个车队亲自到了 那天下着猫猫雨 然后气氛很沉闷 就是感觉不出胜选 照理讲 陈定然返乡参选绝对是十拿九稳 可是那天阿扁来的时候 就总觉得怪怪的 然后他陈定然太太也出来了 因为他小中风 可能身体还不是很好 我印象手机还是他田秋井在旁边扶持着 所以那个气氛感觉好像老帅最后一战 因为其实他那时候才六十出头 还算你轻壮之年 但整个那个氛围 就已经觉得说好像大事不妙 就果不其然 开票之后落选 落选我想对陈定然 这种有政治洁癖的 这种外界称他为酷吏的人来讲 是非常大的打击 他当选过省长的时候 衰败猶龙 因为他毕竟得票达了 拿到百分之三十九 但你说干过八年县长 砸下了民进党二十四年执政的 结果居然说在第二十五年要继续连任 居然败了 败了之后我想那个心情不准 不准之后大概会 可能对他的情绪各方面心理上 可能有所打击 所以后来谢长廷会说 国民党害死他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延伸过去的 等于说所有宜兰人 不管兰立都觉得欠他一份情 然后在那次选战过程里面 他突然因为选败了 然后因为这样子身体急转直下 我觉得在很多里面 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阴影存在 那细萍 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提到说 因为其实民进党的人 其实很多人对 陈建党的感觉是复杂的 你说平常他们喜不喜欢跟他交往 其实不喜欢的 因为他太干净了 他也太麻烦了 那他也太蜘蛛臂叫了 你在民进党内听到很多的 就是讲他的一些蜘蛛臂叫的笑话 可是你这些人你尊不尊敬他 我觉得不管蓝绿来讲 基本上是尊敬他的 所以当他开始等于说发现自己身上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从他的部落格里面也知道说 其实许多人就提供了很多的这些偏方 这些草药是希望能够帮他一马的 对 那个陈定兰他在这个是二月发现这个患病 然后四月第一次住院 后来出来之后他就在六月设立一个部落格 叫做死神早安 早安死神 你知道光从早安死神这四个字里面 你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乐观开朗的这个陈定兰 他也跟死神说早安 而且我认为他还有点这个乐观的调皮 为什么 而且我更认为我做写作 我认为陈定兰这个跌宕起伏的笔法 实在写得很好 他在早安死神这里面 只能够只写两篇文章 第一篇他都会照着照旋 他一开始就说昨天傍晚 我哭得稀里哗啦 立腺止不住 你一定觉得这么酷立 这么坚强的一个陈定兰 怎么会哭得稀里哗啦 怎么会病 他说你放心 我不是为我病哭 我不是害怕哭 我是喜极而泣 你就马上看为什么喜极而泣 他说我小儿子考上了我大 顺利上了我大儿子一样的学校 进了生命科学系 我大儿子是企业管理的 不但就业顺利 而且两个都回来 因为我生病回来 刚好在他妈妈生日前一天 我们全家团聚在一起 我情不知情的流下眼泪 所以这就厉害 平常你讲自己的家务事 读者不喜欢看 你从这个哭哩哭哩哗哗哩哗哩哗哩哩哩哑 讲到家里事 就很引人 就很温馨 没想到比方一转 说很多人说我无血无泪 说我是哭哩 他说然而有泪不轻弹 但是我不是无血无泪 我是有眼泪的 他说我看到感人的文章 感人的电影 看到苦难的事情 他都会掉眼泪 他参加部署的这种上里 他都会掉眼泪 九年前他太太中风的时候 他大哭了一场 他告诉大家说 陈定兰有血有泪 有血有肉 是个性情中人 我觉得陈定兰这自己写真是感人 然后他说 他生命之后小孩子回来 送了他一本甘乃迪的书 Unfinished Life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出这本书 如果说没有出直接翻译 应该是生命不灭 生命不灭 然后还送了卡片里面说 人生就要像太阳一样 越来越光明 日生日落 你会每一天都觉得自己的力量 在增长之中 小爱自己写了一句话给他说 这个 Good bye 意思说跟死神说再见 跟死神说再见 所以陈定兰这个日记 老实说我看了会很动容的 第一篇 那么他说这个Angels of Die 他把死亡当作天使一样来看待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乐观奋斗 而且有点玩耳调皮的一个陈定兰 我对他这个日记其实很佩服 结果第二篇日记是他第二篇日记 就是你讲的刚刚重点 他第二篇日记说我生病之后 所以这日记里面流露了一个讯息 他说我生病之后很多人提供偏方 很多人提供草药 很多人提供药丸 还有一些民间疗法 那么我家里面就亲人跟家有分两派 一派认为说你要做西医 照西医来 第二派认为你要走偏方 民宿量 甚至有人认为根本就不要西医化疗了 全面的走偏方 走草药 走药丸 两派他说炒得很激烈 甚至于他用了面红耳赤这个字 他后来就采折中 一方面化疗 一方面也走西医 也走草药偏方的路子 那这个甚至因此还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至少我当然他日记里面没有写说 他用断食疗法或饥饿疗法 但从陈丁南的日记里面 他只有自己透露 他确实有接受一些偏方的疗法 跟草药跟中药 这是陈丁南日记里面想的了 他当然就提到说 他西医式化疗的临床的结果 有科学的依据 他支持继续化疗 但他也接受增强身体抵抗力的健康食品 或汉方药铁 他为此也得罪了一些好心的友人 想不到一场病弄得亲友如此不愉快 始料未及 但他还是真诚的感谢 所有关心的亲友 过去陈丁南在选省长的时候 别人给他下了一个酷粒烈传 酷粒两个字就灌在他的一个头上 很多人觉得他无血无泪 可是从这个 等于说部落格里面 文章里面也可以看出来说 他其实是充满感情的 其实光行 很多人现在谈到了陈丁南会 不舍的原因在说 其实似乎他在宜兰县长 选举的最后阶段 他的身体其实就已经 有一点状况了 只是当时没有发现什么 其实他一直对他身体健康 是非常有自信的 他不以为意 其实我也很怀念他 在他最后那两年当中 其实法务部长他常寄书给我们 然后有一些他自己编写的 那些那种什么读书心得 还有很多东西 我今天还特别带来了 那他因为这个十不我语 因为就像唐飞讲的 他如果不选立委不选县长 他几乎没路走 这个故事又很长 我们等一下再讲 所以他返乡参选 这是他们当初的敦请陈定兰 返乡的一个连鼠书 后面就是我们熟悉他的字迹了 他说我愿意接受这项光荣的使命 当然陈定兰最为人精进热道 他的一个宜兰的经验 宜兰的精神 那所以那时候 我在东森做广播的时候 他那时候要参选 他就兴冲冲的跑来 当然我邀请他来 他就表演 你刚刚讲的 他很爱表演的 他就说你不信 你不相信的话 你不相信我身体很好的话 因为我就说你几岁 你老县长还回去选 他说我年纪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大 而且我身体好得很 然后他就把我们那个椅子 两个把手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特技 因为那个椅子是有滚轮的 会滑的 他就这样子压着那个两个把手 脚就腾空 笔直的 就90度 90度直脚腾空 那一次 差点他没做伏踢挺身 我说不用不用可以了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 他在访问不到 大概40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倒汗 他倒汗了 然后他桌上就摆了那个糖 他就要每个一阵子 他就要吃那个糖 但是我也没有做事 因为他都表演给你看了 那他在这个选完之后 年底他也形容那场 大家哭得嘻哩哗啦的 他是在06年 2006就隔年 年初参加一个郑医师的一个公计 那郑医师家族很多都是医生 就看到那时候 陈定南的这个脸色是铁青的 所以说你要不要去全身 好好的检查一下 所以他就到奇美医院进行检查 这所有的过程写在维冠品格 是资深的司法记者肖白雪 跟王文宁他们写的这个过程 那他有点拖 后来终于检查 就是说证实是第三期的肺癌 肺腺癌 这边写肺癌 然后他就住院 住院了以后 他就开始有一些 刚刚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希萍讲的 他在4月间发出一个 他叫大家放心 他说平常要做养生的 那可是在后来的时候 你说他说走六万步 算是对身体好了 健康的 六千 六千或六万步 你刚刚讲前面说有一个 每小时要六公里 可是陈定南他有定期 有一时候健行爬山的 他后来为了要去走六千步 他想说我再走一点路 对我这个身体是不是有点好转 他说他走六千步 他就要躺两天 那个时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 那两派激烈的争执 到底用你西医 还是用这个所谓的民俗疗法 因为很多乡亲很有心 就寄了草药给他 后来虽然西医派胜出 他也乖乖的做化疗了 可是每隔几个小时 他的太太跟小孩 还要帮他去擦那个草药 草药 因为他那时候也倒汗的 非常严重 就是一天要换好几次衣服 那唯一我们能够找到他 他倒汗这么严重 倒汗很严重 唯一能够找到他 当时候到底怎么治疗的蛛丝马鸡 他这个书里也有 他写到说 他一直我就不晓得 他为什么一直写说我治疗吸肝 他把肺性癌肺癌 还在形容说他是治疗吸肝 他说那种要用干扰剂 以及打那个针剂 他说这个药性太强了 这个药性强到他有点招架不住了 而且抵抗力变得很弱了 然后他后来讲说 这个用干扰素 但是他认为他现在比较进步了 那他的往生是11月5号 所以刚刚温森提到那个日期 不晓得是李国华这边是 冥冥中插词竟然写到11月5号 他是11月5号大概下午2点多 都过世的 然后最后一个场景 在10月30号那个场景 我觉得有点感伤 是因为他当初在法务部长任内 很大力提拔的谢文定 他本来要叫他去接卢人发的 检查中长的位置 后来又把他推荐到那个高检署 当检查长都没有成功 谢文定最后去看他的时候 他看到陈定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不见客了 他就看到陈定男的这个眼角里面 就掉出眼泪了 他说内地眼泪是非常悬疑的 陈青天 陈青天 因为他不容易掉泪 虽然他的太太在这本书里面 有透露说他不是铁石心肠 他不是像你们讲的一个铁血男儿 他连抱之小狗在家里养 他的小狗过世 他就哭得稀哩哗啦的 他连看到路上的那个流浪狗 都要这个拉回家 不然就是看到三个犯错的一个小孩 他要接回来要领养的 因为家里太小了 所以种种 最后内地男儿泪流下来的时候 谢文定在里面讲说到现在还是个谜 当然就是他百感交集 那他为什么喜欢甘乃迪 就是说还有后来还有他小儿子这些东西 是因为他生病的时候他在病床上 他的那个正对他病床的那个电视机 那个案头上 他就摆了一个甘乃迪的雕像 一个人头像 后来他还指示他的子威 我们都知道子威嘛 他交代他去波士顿 特别帮他买六尊甘乃迪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雕像 他里面引述一段 他说他认为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像甘乃迪这样子 在他生命中最炫耐的时候 陨落所有人 记得都是他这一生的美好跟光荣 我觉得某种程度甘乃迪 在最后陪他那段日子里面 他盯着看甘乃迪的时候 他内心也对自己的这一生 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助角 是 其实他有一点那种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他在离开法务部的时候 带着大家也唱櫻花的那个歌 就是櫻花是在最迅烂的 Sakura Sayonara 对 在最迅烂的时候凋零 那 尤华 你可以说 整个他的病情的恶化 是在他整个选举的这个过程最后 然后他曾经是一个 带动了宜兰经验的第一个人 他曾经是宜兰最光荣的老县长 就没想到居然选输了 二十四年的执政 居然在他的手上中断 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事情 也可以看出来说 所以过了四年 宜兰的这场选举 虽然他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 可是这场选举跟他 还是有一个若有似无的联系 怎么切也切不断 但你很难想象说 吕国华的竞选总部 怎么会出那种错 明明是十二月五号要选举 居然把他写成十一月五号 陈定南过世那一天 冥冥之中有一个铃在中间转着 的确讲到陈定南 因为我最近去宜兰去了两次 我跟陈定南认识是在1985年 他第一次出来选县长的时候 曾经他讲过 他是默默无名的选 结果选上了 那他走的时候也是咕咕急急的走 这个是符合陈定南的一贯的调性 那我讲这一次 为什么宜兰会因为陈定南的一封黑寒 弄得轩然大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会选 那第一个原因是会选 那所谓的会选 因为吕国华曾经讲陈定南会选 这个是让陈定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 他说他这一生如果真的他的注脚是会选 那是他不可承受之重 这是一个 第二个也发现了 过去四年前宜兰之所以落败 主要有三个人要跟陈定南竞争 可是他们做了民调以后 这些人都不是吕国华的对手 那陈定南重批战袍是在一个压力之下重批战袍的 当然待会我们会提到跟阿扁有关 事实上陈定南他一直想要做的 除了法务部长以外 他对司法体系这一块也很有兴趣 因为他生前曾经跟我提过一些司法体系的改革 然后第三个是真正的重点 你看当陈定南的事情一弄以后 林毅雄出来 在宜兰我们通通知道林毅雄是神主牌 那陈定南他的角色是门神 一个门神一个神主牌如果搭配的话 象征着宜兰的团结 所以吕国华他阵营里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孤不论这个女的他贴陈定南如何 但是至少他把两个人逼出来了 一个陈定南的门神的地位逼出来 另外一个是神主牌也出来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像陈定南坦白说我问过他 你到底是不是库立 我亲口问他 我说那么多人说你是库立 我还记得那一年是2002年 当然2002年阿扁一度要叫他参选 台北市长他整个的拒绝的原因 他有一次把我请到法务部 我们在部办市吃35块钱的便当 我问他你为什么是库立 他说有华你跟我之间的认识 真正了解我是哪一次 我说那我不知道 他说你是不是在智力报序担任过记者 你跟徐璐两个到宜兰来访问我 然后在宜兰待了三天的时间 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段 我说那我记得 他说你是不是写错了一个字 我说对 他说你有没有接到我的字典 我说有啊 我说你给我记到字典来了 就是国语日报字典 我只写错一次去访问他 我写错 他说你看看 他说第一个 他说第二个 他跟我谈到他小孩的教育 他说每一天小孩回来 他不管多忙 礼拜一排数学课 礼拜二排国文课 礼拜三排英文课 礼拜四 他自己亲自教 这个是一个 然后他说第三个 他把一本书拿来给我看 就是不知道某人写的诸葛亮传 他说他还翻开来给我看 轻笑不输 他说轻笑不输 连打棍子二十下 那个诸葛亮都要过问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说诸葛亮是一代名相 你们从来不讲他是酷吏 为什么我管一些这些事 你们就骂我是酷吏 他说事实上他绝对不是酷吏 但是现在清廉已经被丢到后面了 如果在政党内涵里面 贪污腐化 这个是在变成 已经是他一个主要内容 所以他需要一个门绳 你可以感觉到说 陈廷南在这个门绳 你需要的时候 就把他挂在这边 不需要的时候 就把他丢到仓库里面 我们知道在他等于说 当法务部部长任内的时候 他真的有受到权力 他有被授权吗 他这个法务部长 真的可以有实力去执行 他想要做的事吗 还是说 他连他的人事 他下面管的人 他都没有决定的权力吗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 居然在十点钟 还发布人事令 十点钟晚上十点钟 发布人事令是调查局长 那是阿扁执政的第二年 阿扁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年 是沿用旧的调查局长 龙光宇先生 那个位置是副局长叶胜茂先生 叶胜茂带着龙光宇 去阿扁的一个会客室 然后让王光宇认识 让陈锡本能够认识王光宇 然后建议让王光宇续任 续任一年之后决定要换手 叶胜茂要扶政 那其实陈定南对于叶胜茂 老叶 我们叫他老叶 是有点意见的 因为老叶有些传闻不好 有些传闻不好 但是所以那个案子走得很特别 照正常程序来讲 调查局局长人事案的案子要送 当然要事先先讲好 然后调查局作业送法务部 法务部在作业送行政院 这只是行政院以下三级单位的人事案 大概应该是这样子走 那一天是晚上我们收到简讯 我们也是收到简讯说 发布调查局长有叶三茂扶政 然后王光宇认有任用 那王光宇先生当时其实想 争取其他位置 可是后来也没有下落 那另一件事情里面 其实就很清楚的看到说 那个这个这样的处理方式 是对法务部长陈天然是不尊重的 第二件事情是说 陈部长他要卸任法务部长的时候 就是过去来讲就是说 那个一个他当了那么久的部长 卸任的时候通常会给予一些荣誉子 比如说国策顾问之类的 对陈天然是没有这些的 他下来就下来是光感下来 然后紧接着就被推到火线去 重新回去选宜南县县长 那我记得陈天然到了要过世前 可能他还放不下了一件事情 应该是他的小儿子 陈天然不是很有钱的人 他财予身份上很清楚 他没有太多钱 去数字我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不会太大 那可是当时他的小孩子 都在国外念书 尤其是老妖 才刚去没多久 所以他他身边的人 我记得他们转述是说 最后挂念了 其实是小儿子的事情 因为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实际上过世以后 是身边的人帮他募款 帮他小儿子筹了一笔教育基金 让他能够顺利把书念完 是 就是说小孩子念书 还要透过朋友的募捐 才有办法进行 那光琴 刚刚提到就是说 那个调查局局长 当时本来他其实对那个有意见 当然我们知道 所有的法务部部长 能不能有办法干涉到 对话局局长的人士 那都是总统的权利 可是当你真的要让这个法务部长 有权的时候 你把它切得那么干净 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其实最近大家讨论说 既然陈定南这么重要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你不管怎么去诠释 那你反问你民进党 你过去是怎么对待陈定南的 那在这个《无关平革》这本书里面 有写到很清楚一个过程 我今天上网找了很多资料 抓陈定南跟陈水扁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陈定南刚上任的时候 2000年 你知道吗 陈水扁可能心中 并没有说主意 我就是当选以后 我就排陈定南 那时候是连续两天 有那个绿色电台 你只要开放call in 那时候所有人打电话进来 就是说要阿扁用陈定南 那因为那时候有个氛围 就是说你好不容易 从国民党手中抢回这个 第一次拿到这个执政权 向上提升 向下沉沦 你要向上提升的话 你要改革 所以那时候陈定南 连续两天开放call in 每个人都说陈定南 陈定南 就大家希望这个时候 民进党有一剂 这种强心剂 结果陈定南就毫无疑问 摆上法务部长这个位置 摆得也很好 大家都没话讲 唐飞这些 那时候当院长也没有话讲 唯一的人士 还跟阿扁 就是陈定南这个人士 他完全是同意的 那在2000年到2001年当中 其实那时候陈定南他讲说 我真的是很意外 因为有时候 连部会的人士 包括次长 你记不记得 文件会副主委要摆谁 哪个副手要摆谁 阿扁都有意见 而且罗文家说 他是最后才赶上 那个文件会副主委 可是陈定南说 他连 法务部次长都让我决定 他觉得很高兴 但是有两个位置 他在上公文给唐飞的时候 他非常之趣 他讲到说调查局长 跟检察总长这个部分 我不宜去碰 而且我尤其是调查局长 我不宜主动推荐 但是他希望包括这个 有一些人选 他能够来用 可是在那个时候 这两个铁板他是过不了的 那我们时序讲到04年 整个他人事权 几乎是不会握在他手中 大幅的削减 他最后连一个正次 两个长次 两个长次 他想推荐两位女性 陈美玲跟这个蔡碧玉 尤其蔡碧玉 她是非常赏识的 也后来推荐蔡碧玉 想去接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 可是不管是正次长次 跟或者是他想要把谢文定 怎么样去摆 都没有办法如愿 所以台北地检署这个人事案 到他辞职之前都还没有定案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一件事情 除了人事案之外 他主要造成他去职的一个原因是 04年三合一选举 陈青天查会 很多的民进党选败以后 后来反扑说 你查会 你都查民进党自己人 造成整个这个选情大败 结果他在那个之后 所有陈青天以前 都没有负面的声音 后来有很多不知为何而名的 这些负面的这个声音出来 报道出来 他在05年的1月18号 1月18号正式递出辞呈 是我们看到陈定南这一次呢 被民进党又拿出来当门神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当陈定南在他法务部长任内 真的有得到授权吗 如果他连自己的长刺 连自己的证刺 都不能决定的话 那陈定南到最后 他能够决定什么呢 而且陈定南下来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的不惠首长 都有另有安排 但陈定南是截然医生 什么都没有 我们绣一下回来 民进党在这次宜兰的选举中呢 又把陈定南给搬了出来 说陈定南上次呢 是被国民党气死的 可是如果说你把陈定南 当时卸下法务部部长 后来他辞官参选 整个过程 他有得到尊重吗 那个时候民进党 是怎么对待他的呢 那闻神 我们在谈到了陈定南 他刚刚提到就说 他曾经是有想作为的 他也当然是说 你一个法务部长要有所作为 你要抓到两个系统 你才有可能伸展 一个是检调系统 一个是调查系统 如果检调都不支持你的话 这个法务部长是完全被架空的 可是当他想要去了解 整个调查局的时候 一个铁板马上就过来了 他这个贴到铁板我想 他本身大概不会吭声 因为毕竟是部长 但是他当时请了一位顾问 法务部的顾问叫谢聪明 那谢聪明本身他也兼总统五国策顾问 所以谢聪明这个人是比较 坐过两次大牢 所以他对于预政方面 当时陈定南请他来当法务部顾问 但希望说预政方面他协助 但谢聪明这个人大概吃过调查局亏 所以他很想去考察调查局 他想说我是法务部的顾问 我就要去调查局看一看 结果这个文过去之后 听说是总统文马上打电话给陈定南 请他劝阻谢聪明不要轻急妄动 所以这个谢聪明就知道说 这个部长大概不是真的能够掌控到调查局 我想民进党因为刚开始执政 大概很多地方不像国民党那么老练 另外一个是有关检察总长卢仁发 卢仁发事实上是李登辉时代就任命了 而且他跟谢聪明是同学大学同学 所以他私下有听到陈定南发牢骚 意思说如人发太保守 但是又没办法换 因为好像有任期制 所以到后来是推荐的谢文定 他属于谢文定能够接检察总长 结果既然是在立法院就被封杀了 所以在陈定南的一个 他对这两个系统 我想他自己很节制 因为毕竟他这个位置是阿扁给的 所以阿扁其实在做牢以后写了一封信给他 但是埋怨说被他所一所成立的查验中心 现在变成特征组 这凌迟 然后他也透露说 你看你当年当选县长的时候 我才只是市议员 阿扁那时候是台北市议员 然后我们两个进入立法院同事之后呢 你选省长 我选台北市长 结果你省长落败 我是市长当选 然后他当选总统之后 我请你当部长 然后再请你再回去选县长 董好 下个问题是说陈定南当时 在等于说为什么他卸任之后 他没有接受任何安排 而且他当然说 他现在是一个很好的门绳 在当时有一段时间 他是一个最好的党肩排 所有觉得最难处理的事情 就说陈定南不同意 但是陈定南想做的事情 也不见得就可以做得下去 对 因为陈定南至少有一个很严重 跟阿扁有冲突的 就是廉政署的问题 如果法务部有了廉政署 我们可以想象阿扁还敢不敢犯 犯那么多这个扁案里面的这些事情 因为如果法务部有廉政署 等于是有嫡系部队 那当时来讲有几个 有几个比较让陈定南受挫的 当时台湾冲冲局局长吴英昭先生 陈定南一上来 就跟吴英昭处得相当不好 对吴英昭很有意见 那吴英昭本来也想改善 可是一直改善不了 可是后来继任如仁发的 检察总长就是吴英昭先生 那这个人事案出来的时候 陈定南是满面斗花 因为我们当时在法务部人都知道 你提谁都好 因为其实不是没有其他人选 当时还有其他人选 比如像曾永夫 这也是跟李登辉系统不错的 但居然阿扁选择的对象是吴英昭 那摆明的是打了陈定南一个巴掌 那后来比如说 听说他那天晚上还蛮难过的 还喝了不少酒 他是带记者 司法记者去乌来 就他比较不喝酒的 那天喝了半打的那个黑麦啤酒 所以后来喝完酒 就带着记者上去唱歌 就唱了那一首Sakura Sayonara 那像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陈定南对阿扁也有一个好用的地方 有很多官缩的案子 比如说假释案 都是跟政界有关的 但是阿扁只要对外 只要讲陈定南那样过不去 他是很好的挡箭牌 可是有没有办法私底下瞧 还是有 阿扁真的想要帮忙的时候 他是会绕过陈定南 从下面的人下手 所以陈定南他其实基本上 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 就是我要推 有一次他不想帮的时候 他用陈定南当挡箭牌 有一次他想帮的时候 他会往下走 比如说有些事情 他透过台北地检署 当时的台北地图检察长 施茂林 走到第一线检察长 或者直接就跳过法务部 跑到监索的那个系统里面去运作 像那个是我们那时候看过的 然后除此以外 像这个 这个当时 后来到了这个 陈定南那个 林世贤的联任之后 因为查查会选 确实是民进党内 后来就是把箭头 是指向陈定南 所以后来陈定南 甚至 其实如果有机会 他应该会继续想要 把法务部的工作做完 对 不过他后来其实是没有机会 再继续做下去 是 不过所以这个友华 我们知道说 其实陈定南当时是一直希望 法务部部长干下去的 因为他还有很多的想法 包括连政署 他就是希望说 第一个连政署 连政公署能够在他手上 那台湾真的可以再去杜绝 这些贪污 可是这些事情最后都没有 他被逼着去选宜兰县的县长 那根本不是他一个最好的选 他已经当过宜兰县 他已经选过省长 怎么还去选这个县长 然后最后他下来以后 也没有人帮他安排任何事情 让他截然一身 事实上陈定南跟阿扁之间的关系 到2002年就已经发生问题了 除了连政公署 你要知道陈定南他透过了林卓水 郑青人还有其他人到香港到新加坡 去研究了一份报告出来 他考察完这份研究报告直接送到阿扁那边 那阿扁一直都没批这个就是连政公署 2002年那一次台北市马英九要竞选年任 陈定南有一天就突然电话找几个 当年跟他一到在党外跑那个记者的 我们几个 我们大概三个人就到了他办公室去 他说你评估一下阿扁叫我选台北市长 是不是吊虎离山 就直接了当讲 我们听了吓了一大跳 我们说不是叶菊兰 还有领议员还有其他人 他说不阿扁说只要那我点头 就没有其他人的 他说你评估一下 我要不要出来选台北市长 你可以看出来说那个过程里面 虽然还是当最久的部会首长 但在过程里面 其实有一股力量千方百计的 要把他调离了法务部 我们现在看到了 临选举还有72小时的昨天就三天前 检查单位居然做了一个大动作 去搜索新竹县县县长候选人张碧琴的 竞选总部 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然后这样的一个动作 到底是帮了邱 帮了国民党的候选人 还是帮了民进党的候选人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离选举还有72小时的时候 我们看检调单位做了一个大动作 他们去搜索新竹县县县县长候选人张碧琴的竞选总部 这个动作到底代表什么 我们看这个报道 擦拭者哭我们的双眼 张碧琴泪水止不住 因为选节的关键时刻 自己的竞选总部竟然会遭到搜索 由于对手邱靖淳 上期期就曾经预告有人会被搜索 还曾经质疑县长郑永基和议长张碧琴 用公家资源行政榜庄 金额高达1228万 没有想到搜索真的发生 张碧琴认为根本是邱正寅搞的鬼 而且张碧琴执义大规模搜索 却没有带走任何的政务 但接着她的24名的助选员 竟然又被拘提 其中一人交保 四个人遭到了生涯 认为警调不公刻意打压 检调强调没有分党派 掌握具体证据才会行动 只是在选期的最后十颗大动作 肯定让新竹縣 已经白日化的选期更加紧绷 同学新竹总部报道 好 夕平 我们看到刚刚大搜索的这个动作 非常的不寻常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进行这个动作 而且是深夜 是五名检察官 在三天前的晚间九点钟 这个雷霆去搜索 而且一直搜索到早上七点多 彻夜搜索 搜索了十四个处索 主要是张碧琴的这个 竹东的竞选办事处 跟他秘书的家里 庄角的家里 居然一口气 晚上九点钟搜索到十个小时的搜索里面 带回了五十一个人 五十一个人 然后伸压了六个人 那么法官这个收押了三个 包括他的秘书 跟两个重要的庄角 那么现在对张碧琴 比较不利的地方 是有四个民众 已经坦诚收费了 而且各交回一千块 所以四个民众交回了四千块 另外还有部分庄角 也承认会选了 当然这件事情很调诡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 为什么检调会去搜索 好 张碧琴说是府院党联合 动用司法资源去迫害他 保洁有个铁律 什么铁律就是这件事情 得利的是什么 对 张碧琴会选 第一个到底谁得利 其实婆娑迷离 为什么 第一个 因为张碧琴现在 我们当然不能讲民调了 张碧琴 他因为这件事情 会不会获得同情票 会变成哀兵 这是一个可能 第二个你说邱靖淳一定得利吗 不一定 因为现在有人会认为 你是不是真的 台湾会有人 府院党是不是政治破坏 操纵司法 那如果真的有这种行为的话 对邱靖淳也不一定有利 彭少景 现在好像一个旁边在冷眼观战的 变成好像邱靖淳跟张碧琴在打仗 但是你们两个打仗 打两败俱伤的时候 余翁会不会得利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个事情 对谁有利 这个铁律目前还看不清楚 那佑华 这个时间点非常有趣 他是七十二小时 我们知道在选举中 七十二小时是一个非常 微妙的时间 你看每次丢黑函 或是任何举发时间 七十二小时都是一个 因为他让当事人 最难防备 他也刚好让这个世界 有一个两天到三天的 发酵的时间 所以你觉得今天 也就是在七十二小时 发动这样的一个大搜索 难道就像刚才这个 左锡萍讲的 不会有高层的介入 有这么单纯吗 绝对不会 事实上好 搞过选举的通通晓得 这个钱怎么发下去 我如果一万块叫马锡萍 你给我去会选 请问马锡萍他发得下去 他绝对发不下去 你连挑哈咖 发的对象 到底怎么样 你都搞不清楚 搞过选举的人通通知道 你要搞那个会选 一定提名确定 选举总部 我钱我就撒下去了嘛 好 我们现在讲张碧琴 张碧琴在背景事件 他虽然被边缘化的话 虽然已经被边缘化 但是他身是有那个起来 彭少景平盘 那邱敬成有点下降 那这个时候一定是 策动窝里反 你尤其是条哈咖 哪有人会承认的那么彻底 说我准备发钱 的确是有这回事 如果不是剪掉 他先前你竭听到情报 或者有人检举的话 不可能有大动作 72小时就检掉单位去搜索了 张碧琴不是普通地方 是他的竞选总部 而且在第一时间 就有人承认说 他们的确拿到了钱 这背后有怎么样的 一个运作的状况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就在选举前最关键的72小时 检掉单位发动了搜索搜索 新竹县县县长候选人张碧琴的竞选总部 而且马上就有人承认说 他们的确拿到了一千块的这个钱 也要说把它给吐回去 那光行时间太巧合了 相关的人也太配合了 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 这幕后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这个局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有证据 结果我一时两鸟 我既有我们司法上面 查会的这样一个用意 但是我也某种程度 因为我有证据的前提之下 让你百口默辩 然后我某种程度也顺便打击到了 某个候选人他的选情 所以我想说是 蛋先生鸡 鸡又生蛋 这是一个连环套 所以我不敢揣测是说 我是由府院党高层下令 那这没有解了 那你的证据嘛 你证据摊开来 就没有选举假期了 这第一个 那随后邱靖淳陣营 立刻打出来了一个叫什么 弃章保秋 等于说我就把你弃掉了 不是我们府院党把你弃掉 是司法查会查到你了 把你弃掉了 其实现在一个状况可怕是因为 邱靖淳跟张碧晴 是感觉上是拉不开的 拉不开的 其实对谁有利 对彭少庆有利 本来你看到 国民党的党部 在旁边 豪整以下觉得无所谓 反正呢 手心是肉 手背也是肉 今天邱靖淳也好 这个张碧晴也好 都是我们蓝军的 我输掉了以后 就算丢给你张碧晴 我面子也不会挂不去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 大家都安兵不动 我明明知道底下这样乱搞 我也不会动 可是现在状况不一样了 今天是 今天两个人如果说把平均 票的拉得非常平均的 意思是说 票平均分割 两个人拉不出来 就是平均分配了 另外一个人 第三组人 只要拉高一点点 他就把两个都吃掉 重演什么 重演1994年台北市场选举 2000年总统选举 你想想看 新竹县 如果张碧晴拿掉就算了 如果新竹县被彭少庆拿去了 那对马英九来讲 那是一个天大的恶梦 天大雷批 我跟你讲 那我补充一点 马英九的抚愿党的光环下去 邱俊成跟张碧晴 你还是拉不开 这个就是证明了 张碧晴有威胁邱俊成的实力 那好 现在你彭少景在那边虎视眈眈 虽然他身世不如这两个人 但是当马英九看他们两个 拉不开的时候 他必须要做一个决断 那这个决断 只要我有证据我就办到底 只要有证据 所以没有好 没有一个条案 看你被抓到以后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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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种很吊诡的原因在说 如果真的是马英九 大家都认为说 马英九在背后 是那个总警令的话 这个对马英九是好还是坏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 八八水灾造成南部严重的灾情 这件事情让很多人还心有余悸 可是这么大的水灾过后 南部现在居然缺水 我们来看这次报道 全国最大的增稳水库 在六月的时候 才刚刚把大坝又加高 增加了蓄水量 等于是一个中型的水库 不过增稳水库的水位 现在却降得不到两百零七公尺 再拉紧报 水库底下露出了大量土石 看到专家的眼里真的忧心 因为不只供应嘉南用水的增稳水库缺水 要支援高雄用水的南华水库 也是一样的较穷 为什么离八八水灾才不过四个月 现在却缺水 主要是因为南部今年的雨量 就集中在八八水灾时 台南更是其他的三百天都没有下雨 再加上八八水灾的时候 山区冲入大量的沙土 增稳水库就狠狠地少掉了三分之一的蓄水量 南华也少掉五分之一 估计两个水库挖出的泥沙 可以填满一座乌山头和一座白河水库 浴沙量真的是相当惊人 由于冬天向来是南部的枯水期 所以南部到明年没雨季前 用水都会很吃紧 除了可能限水外 专家甚至呼吁南部人不要返乡过年了 免得加重缺水的问题 目前也只能请民众多帮忙 节约用水 东森新闻 蝗虫群还能报道 听到南部缺水很多都吓一跳 不是巴巴水灾的时候 南部有很大的雨量吗 结果我们看到现在各水库的一个状况 今天鲤鱼潭的水库 大概只能用到了三月底 德基水库也只能到三月底 日月潭到二月 增稳水库三月 乌山头三月 南华水库四月 牡丹比较好一点 屏东的牡丹香大概可以到六月 谢谢 那这个习品 我们要看的资料才发现说 一年365天 南部居然有300 到目前为止 300天没有下雨了 而且雨全部都集中在巴巴水灾那段时间 对 一般而言 台湾这个南部不下雨日子是204天 就现在已经有300天不下雨了 所以 虽然已经到12月冬天了 南部现在白天还风和日地 那么台湾现在一个明显的气候候制 第一个大雨越来越集中 然后细雨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和风细雨的日子了 这个南部缺水基本上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水量是世界平均值2.6倍 所以我们的雨水量是世界排名16的 我们不缺雨水 但是我们可用的水只有平均世界平均六分之一 我们是严重缺水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雨都下在五六七八月 而且我们河川很短 哗下去进海去了 所以我们虽然有世界2.6倍的下雨 但是我们的水留不住 所以变成我们只有六分之一的水 这种天然不利 第二个我们台湾人民用水太浪费 我们必须要讲 我们台湾人民平均用水量是270公升 是超过世界平均值的 台北市380公升 是台北非常高 你们知道台湾这个最省水是哪个县市吗 是彰化县 彰化县人一天用180公升 所以大家向彰化看齐 台北市最最严重 第二是高雄都会市 第二个我们是浪费水资源的 我们既然缺水还浪费水资源 第三个气球暖化 你知道吗 今年冬天已经注定是暖吨了 今年冬天气温要上升一度 你开玩笑 你知不知道气温上升一度 发生多大的危险 第四个也因为暖冬 各位知道冬天下雨是靠什么 东北季风寒流在上面 东北季风一吹就把寒流吹下来 但是台湾现在吹西南季风的时机 比东北季风长 所以我们现在是西南季风 南风是什么 我们每天成功里睡觉 南风轻轻佛面 对不对 南风就是暖风 暖风吹得让人醉 我们现在西南季风长 西南季风一吹 把水气跟高冷气团往大陆吹 所以将来大家知道 南风一多会造成什么原因 就是台湾干旱 大陆多雨 台湾旱灾大陆水灾 如果吹东南西部就这样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老天也不帮忙 现在是石龙治水 皇历上 农民上石龙治水 大家知道什么叫石龙治水 很简单 你要知道什么龙治水 就是大年初一 就是过新年 过新年那边大家一看 你就翻日历 看哪一天是成枝 日历上有成枝 假如大年初一就是成枝 就是一龙治水 如果初三是成枝 就是三龙治水 初五就是五龙治水 你知道明年的龙民历 成枝是第几天 第十天 所以明年是石龙治水 石龙治水有什么不好呢 龙在天 云在洞 龙是要水才能活的 有水龙才活 所以龙在天的时候 它要吸地下的水 它才能够活 所以石龙治水就表示说 十个龙在台湾的天空 它吸入我们的水分 所以雨降不下来 所以在皇历上 石龙治水代表什么 代表干旱 今年不要看有个八八水災 其实今年是石龙治水 就明年还是石龙治水 很少有农民历 连续两年石龙治水 既然台湾要面临 两年的石龙治水 各位观众朋友 旱灾将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 那则青 现在有专家说 台湾进入到一个状况就是 它会一年牢 一年寒 也就是一年的雨量过多 一年的雨量过少 今年365天没过完 但今年已经有300天没有下雨 比过去在南部 204天没有下雨 整整多了 100天没有下雨了 就算从农民历域的上方看的话 也真的有种感觉是 但是按照今年来讲 它是石龙治水 是一个本来在农历上 就已经看出说 今年是一个大旱之年 因为在农民历上 如果再翻开第一页 他都会写麻菇治桑 然后几农治水这样 那几农治水代表的话 就是以前的农民 他是靠这个历 来判断今年是用旱做 或者是他今年的杂 他一些杂根要多一点 或少一点这样子 可是因为这几年 台湾它的雨量太过集中 像八八水灾之前 台湾也是水灾 也是旱灾 结果那几天下完之后 现在到现在 南部都没有下雨 那其实水库的量 而且台湾的水库 因为八八水灾之后 现在它的有效蓄水量 已经变少了 因为很明显 就是因为有41%的水库 他们大概的有效水量 只有到一半而已 大部分都淤沙 那么淤沙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那么其实淤沙它已经 第一个它就减少了 南部水库的使用的年限 那第二个就是 它造成了水源的污染 所以能喝的水 其实现在 我们现在在南部来讲的话 现在南部已经开始 激化在限水 那么现在有的讲法 就是说 因为今年是石龙治水 明年是石龙治水 所以有可能的话 就是明年的第一期的 那个稻作 可能就会休耕 那因为现在南部 像我讲说南部最大的水库 就是淤沙水库 那么资温水库 它有效的蓄水量 它目前是2亿3千万 可是第一期 也就是说到清明节之前 第一期的耕作 它有效的要用的水 就要4亿3千万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水 已经短少了2亿立方公尺这样子 所以就是现在南部的都苦哈哈 这波少水 势必会影响到洗车的 然后一般市民做小生意的 然后还包括了那个我们第一期 那些南部的 云嘉南这边的农民 是 那这个尤华 其实在台湾过去就有一个说法 它是北道南浙 在这个八田雨衣盖 这个所谓的嘉南平原的大军的时候 南部是不能种到的 当时南部呢 大安西南大概都什么 都只能种这个甘蔗 因为甘蔗比较不要水 旱作 旱作 可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水利工程 我们进了一些工程以后 我们慢慢的改善这样的一个关系 可是现在这几年来 南部干旱的状况更严重 第一个 我们水库的这个淤沙量 越来越严重 还有南部的干旱又比过去更严重 难道了未来 这个等于说到了南部未来 这种干旱的状况 会越来越可怕吗 的确 现在我们讲到台南跟尤 尤其是南部 各位仔细看台湾的整个地形 你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 这个对我们来讲都算是南部 北回归线 你看北回归线的国家 从台湾一路跨福建到广东到云贵到印度 再从印度到沙烏地阿拉伯 请问北回归线的国家 那些地方如果不是季风气候的话 其他都是沙漠地区 先天性就是缺水的国家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水库建的越多 坦白来讲 水库建的越多 你没有办法解决 除非你去改变它的生态系统 但是又碰到了全球暖化 刚刚西平讲西南季风 你过去的季风叫做贸易风 吹东北风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沙烏地阿拉伯半岛 吹西南风或者南风的话 我们可以上日本岛 这个贸易风 今年的贸易风是有减弱的趋势 今年的东北季风也不算多 反而是东风比较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各位不要忽略的 你台南现在面临了什么 地层下限 第二个水母过多 那你第三个 那个渔群的回游数量 黑潮清潮已经慢慢的减少 保洁 他们现在都忽略说什么 海平面上升一公分的话 海平面上升一公分会入侵土地错 我们现在研究过了 只要它上升一公分 重的是一公分的话 不是 横的是一公分的话 重的是七公分 一比七 那换句话说 未来北回归线以南 从迦南大郡一路到屏东 台湾都是一个缺水的地区 所以政府跟老百姓 应该要做准备 是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过去在南部 是没有办法种到的 因为它太干旱 一直到迦南大郡盖好之后 才有办法蓄水 才有办法种所谓的一期稻作 二期稻作 三期稻作 不断地这样种下去 可是如果说现在南部的干旱 在持续的严重下去的话 那个会不会影响到 台湾粮食的生产 如果影响到台湾粮食的生产 那个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多可怕的危机呢 那东豪 事实上 那个根据统计 我们大概每年 大概消失的农地 大概有9000公顷 9000公顷有多大 你大概想像 你站在大岸森林公园 就是360个大岸森林公园的大小 那些都是农地 那这些农地消失了 台湾的粮食自然就减少了 那更何况降雨量不稳 还有我们的河川也是有污染的 所以你透过这些河川 要去饮水的时候 也都有风险 可是我们这几年 大家比较少谈台湾的粮食问题 因为我们在谈到农村的问题的时候 通常不是谈粮食的作用的问题 而是我们像我们那个农村 从再生条例里面 他谈的是农地的再利用 怎么去盖那个 以农舍的名义 盖成别墅 大部分是在谈这些东西 那我们的粮食 然后慢慢的 他一定会仰碍进口 那事实上 你也看到说这个政府 也引进不同的粮食进来 就说他不让我们太依赖到稻米 可是这个趋势 继续走下去会怎么样 其实很难讲 有一天也许台湾是不出稻米的 也有可能 过去曾经提到 所谓的粮食战略 你大家就觉得便宜 你不管买黄豆 你不管买卖 这个大卖小卖 都很便宜 国际的这个市场的 那个什么生产量这么高 买就有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光晴 我们看到今年 也就这几年 全世界的这种气候的变化 澳洲大干旱 我们看到这个残 这个很多惨道的国家 比如说今天像缅甸 大雨 很多的这些水灾 也影响了这些稻弱 也就是全世界的粮仓 这几年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其实各个国家 自给率都变得很重要了 但台湾现在我们看到 因为气候变化 我前一次看到花莉有个影片 因为那个寒害太严重 太早来了 他把那个稻米一吹你知道吗 一吹 那个稻谷 你根本没有长果实 那个只有那个壳而已 一吹全部都飞到天空去了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其实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几乎全世界都在探讨 就是叫粮食危机 那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 我引述杨如门他常讲说 我们政府官员 农委会官员一出来讲说 我们的粮食自给率是九成 他说第一个不对 粮食你讲是什么 我们稻米或许自给率是九成 一层是靠进口 那我们小麦是完全靠进口 那你讲到小麦 阿根廷过去是第四大的 这个小麦的出口国 可是他在前年的时候 他已经到达1604公噸 可是到今年他锐减 变成他的预估值是600公噸 已经是减量是过半的 所以你想想看 他连国内他自己都不足的话 他怎么样出口 那你没有办法出口的话 那我们如果小麦靠进口 这是第一个危机 第二个危机 我们如果按照那个比例分的话 你真的要讲到 所谓粮食危机 我们台湾的粮食危机在哪里 我们粮食自给率 从57%的这个比例 变成30% 如果你又分到卖 我们的卖 我们国人一年 我们要食用的量是什么 120万公噸 那稻米是150万公噸 那这样的一个比例 其实是45比55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这个农田 用这么大量的流失 像刚刚东豪讲一个数字 这么大量流失 再加上我们动不动政府 一遇到这个风灾 这个水灾 这个风灾地变的时候 他往往要求农地修根 你一修根 或是你办修根的时候 农民损失很惨重 你讲后壁箱那个 后壁箱的昆明博 他计算 光是后壁箱在栽后的 他就损失6亿的 大概6亿金额的一个农损 然后你修根的顺序也不对 你依照法律来讲 民生用水是第一的 农业用水是第二的 工业用水是第四 可是我们政府 常常不敢得罪那些财团 变成说 当工业用水也不够的时候 他就叫农地 就是农地修根 那我把你农业用的用水 我拿去供给其他那 刚刚那两项 民生用水跟工业用水 这个已经是违法 这已经是本末倒置 然后以江南平原 你刚刚讲的话 他的这个储水量 本来是4亿3000万的 这个立方公尺 到这会儿 整个你刚刚讲的那些因素 什么气候暖化 那种灾后 然后怎么整个变迁 他整个现在储水量 只有2亿3000万 立方公尺 又消去一半 所以你说水不够用 然后粮食危机产生 那世界各国也同样重视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在数字上 在自己粉丝太平了 那这个哲星 我们看到美国前国务卿 基金记忆他曾经讲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战略家 他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 如果你控制了货币 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但如果你控制的是粮食的话 你就把所有人都控制了 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 其实都在在乎这件事情 中国 大家讲说我们很担心 中国的什么黑心商品 黑心食品来 可是中国也担心他的食品不够 所以他们现在把他的人民 当然移民到哪 移民到巴西 移民到哪里 移民到非洲 那都是最大的肯荒 他们在非洲 有许多国家最大的农场 现在都是有中国人在经营 等于说我输出我的人 我要在那边买地 我要在那边确保我的粮食无余 可是在台湾这个部分 好像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根据国际粮食计划所 他们计算全世界的粮食 现在只够全世界的人 如果说现在完全不生产的话 只够53天 也是安全储备 只有53天而已 那53天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年 因为气候变异的关系 极端气候的发生 其实最主要是长期的干旱 那么干旱呢 影响到全世界 整个几个重要的股仓 包括了今年的阿根廷 包括了澳洲 从2007年的澳洲 那么在欧盟里面 欧盟里面他们最重要的话 是乌克兰跟法国 这两个是最主要产卖的地方 那么欧洲人对这件事情 他们从1962年 他们就非常的谨慎 因为台湾的粮食自给率 真的是太低了 因为现在只有30.5%而已 那如果说在欧盟的话 欧盟他们规定 他们的安全准备 是要48%以上 那么在48%里面 也就是说他们要只有一半 能靠进口 那么在48%里面 因为其实现在欧洲的粮食 其实价钱很便宜 如果像我们在维也纳 维也纳你再花40块钱台币 你就可以买一盒鸡蛋 台湾现在没有办法这样买鸡蛋 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为什么呢 因为欧盟他们有一个 一般农业性政策 他们会贴补他们 所以贴补他们 但是台湾的农业贴补政策 我相信在座的前辈都知道 其实台湾的农业贴补政策 做得并不好 因为他们有贴 除了他们休耕的时候 他们休耕的时候 他们欧洲是尽量 不休耕就不休耕 所以当你在欧洲旅行的时候 只要一离开大城市 你所有看到的 都是农业景观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有保证 他们农业最低的收入水准 那第三个就是说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欧洲至少是他们很谨慎的 所以在以前在西雅图 西雅图酋长里面 就讲过一句话 当我们如果人类 砍掉了最后一棵树 砍掉最后一只鱼被抓完了 最后一只麦 最后一颗麦也被吃掉的时候 我们发现钞票不能吃 台湾现在或许还有很多钱 但是当全世界粮食危机 发生的时候 台湾是不是能真的 买到这些粮食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在全球暖化里面 世界的米仓 缅甸 越南 这几年水灾 旱灾不断 这个等于稻米的生产 已经受到了影响 我们看到在这麦仓 在生产麦的里面 阿根廷 乌克兰也受到了 极大的影响 其实现在全世界都非常在乎 整个粮食供应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政府 好像是完全的不在乎 我们就会下回来 台大曾经做了一个水工模型 他就去预测说 如果整个海平面上升的话 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你上升一公尺的话 那整个很多的西部的平原 都被淹没 如果你上升两公尺的话 那整个台北城都会被淹没 那只剩下101大楼还会存在 那整个台湾已经不会变成 现在这样翻属的状况 而是像什么 像一个倒三角形 很多人觉得说 这样子一个推测 有点危言耸听 但如果看到说 其实你看台湾的附近 有许多的海底 有一些古城 似乎在过去 曾经有这些文明 就因为这样子海水的上升 什么都没了 我们看这个报道 在东西吉宇附近 有一个海底层层 我们找一个 估计是人家传说的东西 你传说的东西没有位置 就是那个范围 风浪大的时候 波浪大的时候 上上下下 背的气瓶很重 整套气瓶是二十几公斤 尽管风大浪高 签选人员和考古学家 共十个人浩浩荡荡地 在附近的海底 展开了避体式的飞鞋 在二十几公尺深的地方 潜水人员找到三面 约一百公尺长的石墙 平行完整 而且东西向的并列在海底 专家相信 这是仙人用来阻挡 澎湖强劲的东北季风 它应该是导风墙的可能性最高 序幕或就是围起来自己 一个范围 这种可能也有 那么至于说它有什么是一个层的话 那可能性就比较小一点 这三道古墙一度被夸大成海底古城 不过从冰壳退均时期 和地壳变动的时间推散 这海底遗迹至少在六千到一万年之间 三只是三道古墙 不过却令人振奋 现在考古专家继续在附近寻找 传说的海底村屋 我们刚刚提到说台大做了一个水平面 如果海平面上升的话 整个台湾会被淹没 台北城以后就没有了 很多人觉得说 那是不是一个唯言耸听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到海底世界上 真的有很多过去海底的城市 他们可能过去在水平面上 但海水上升以后 就把这些城市都给淹没掉了 最近最轰动 就在澎湖发现的这个湖井城城 那这个在澎湖的古限制上 都有一个湖井城渊 什么叫湖井城渊 就是很奇怪 它四周波浪汹涌 中间很平静无波 那尤其是它 所以它就是澎湖八井之一 四周汹涌中间沉浸 到夏天它退潮之后 你可以在中间平静清澈里面 看到它下面有像一个 十字交叉的城墙 那长100公尺 各100公尺 而且它交叉就正90度 那当时从上面往下看 那当时大家认为那是个玄武园的盐迈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盐石 从山上下去盐迈 判断是盐迈 后来这个近几年 为什么会轰动一时 日本人先下去 日本人下去之后 英国人也下去 就发现这考古线大 为什么 它把这个十字型 100公尺的盐迈 剥掉以后 发觉这个城墙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有 最重要的是 发现它有连接物 有连接物在上面 而且它那个直角是 而且它底部2.5公尺 上面1.5公尺 底宽层上面厚 日本人最兴奋 为什么日本在雨拉国岛 从今弄出一个海底古城 它就日本人认为 它这个方式跟雨拉国岛的 是同一个系列的 同一个系列的 所以日本认为 这就是古城 那英国人更发表 研究报告在国际期刊上 说这就是世界 一个新的古城 那么认为 这个甚至有古文明 在台湾1.1万2千年前 就有了 所以这个就成为世界 考古协议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轰动 那哲卿 在台湾其实发现了一些 大型的哺乳类的动物 那个以台湾的岛上来看 它照着讲不应该存在的 所以他们在推测说 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 之前是连接的 人可以从这边走过来 人寿都可以走过来 只是因为海水上升 或者发生什么状况 整个沉没下去之后 才断绝了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联系 是吗 因为我们知道在地球 在上一个 在上一个冰河期 大概离现在是1万2千年到1万8千年左右 在中间这个时间 那中间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考古学家 在南化水库附近 之前在开挖南化水库 在甲仙玉井这边 就挖出来很多大型哺乳类的 包括其中最包含了马 还有大象 还有一些象骨 所以他们之前考古学家 就判定就是说 在以前中国大陆跟台湾 在土地上 在海边没有上升的时候 是连接在一起的 但是因为大概在8千 大概1万2千年前到8千年前 因为冰河期结束 全球暖化 所以全球暖化之后 海平面就上升 上升了之后 就把中间这个路桥把它淹没了 那么这一次这个古城 这是民国91年发现 这个古城刚好坐落在澎湖 冬极雨的外面 那因为冬极雨外面 它有两个海底古迹非常有名 第一个就是湖景层层 第二个是它里面有屋子 在西极雨这附近 它有海底的屋子 房子 对有房子 所以这两个考古发现被认为 就是说如果以前在路桥上面 是不是有古文明存在 那因为全球暖化 海平面上升之后把它淹没掉 那么刚才西斌老师讲的 那个英国学者 就是格拉罕汉考克 他写的书很有名就是上帝的指纹 那上帝的指纹里面 他有讲到就是说 因为古代有很多文明 存在在世界各地 但是因为海平面上升之后 所以就把这些淹没掉了 就好像亚特兰提斯一样 那包括刚才那个 清明老师讲的那个 宇纳国岛也是一样 那宇纳国是1985年的时候 被日本的探险家 那个信息洗巴掌 发现的 所以这些都是代表说 台湾附近也有水下考古的 重大的一些发现 所以文神 故意再谈到说 当海平面上升以后 台北城会没有了 整个西部城市里面 大概就全部的都被 都会沉到了海平面的下面 当时很多人觉得 no calling 那不要再危言耸听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就采取 在地下去寻找的话 不是只有台湾 日本很多的国家附近 真的有所谓的海底古城 表示过去有一些文明 真的因为海水上升 而被毁灭掉 沒錯 就像这一次这个小邻村 小邻村它位在那个甲仙 甲仙它有个博物馆 就是化石博物馆 里面都是贝壳 那贝壳是海底的东西 怎么会跑到甲仙 海拔六七百公尺的地方 包括台北市 你只要到枝山岩 枝山岩 那枝山公园里面就有化石 都有贝壳 贝壮在 所以离台湾比较近 但澎湖这个是 大家的矚目的焦点之一 但是被证实的一个 就是云纳国岛 云纳国岛其实是本来想独立 跟花蓮合并发行货币 因为它的东西都是由花蓮提供 然后日本人呢 也准备在那边驻军 派这个什么 阿帕奇这个直升机进去 美军也扫了艦也过去 所以这个岛现在被重视 那云纳国岛这个海域 真的有一个地方路程下去 它的路程很奇怪 就像我们这一个这样子 一层一层这样下去 一层一层下去 就一层一层这样子 对对对 像阶梯式的这样下去 而且它一层一层 大概都有一层楼高 有一层楼高 那到最下面的地方 应该是在海底下 大概两三百公尺 确实有城墙 有房子 然后有很多建筑 所以那个地方被发现之后 他们说是吴朝的 口天吴 吴文明 吴文明 可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存在了 只是一直入城 所以入城那个港口 它就一直构筑上去 所以它原来是一个港口 后来变成是一个 好像巨人的一个阶梯 楼梯到这个海底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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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ned ok